再来看看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进香活动 因为这是有鸡瞳直接骑着白马 就在大马路上发红包赐福 同样也得到大批善男性女的支持 信徒说降价的神明是无缘天主 这是台湾独一无二的神明 出门骑白马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 在他近视的时候 还经常席地而坐 这有多特别 而且相传无缘天主他的法力高强 还曾经跨海到泰国大早英 我们带你来看看 一手拿着法器 一口叼着鲨鱼箭 挂金牌的鸡瞳升起白马 不是要回中原 而是要进香参拜 别人绕境是信徒出钱出力 他绕境是沿路发红包 这一位神明代言人到底有多特别 每次去那边都坐天宫楼 甚至于有时候他去一些庙 他也会去乘客人的暗桌 这也太狂了吧 法器得还不仅如此 我们跌倒的势 当时我们8月15日 某一间廟夫的套势 还允认 我们也是做团队 过到跌修 因人杂 Resources 比分 mock 5 years 总是人至 algort of people 使用リ得害 所以说当时 我们的心灵 就直接开始 $6 来大声向北京廟夫来讲 把鸡身给收起来什么意思 这难倒是一种封印吗 未免神奇 当我们直击 神明降价的祭祀过程 更是出人意表 这次你希望可以帮大家 有更多 这样这是我的心怀 真的没看错 所谓的降价祭祀 没有华丽的情神科宜 这一群人围着鸡筒 齐笛而坐 就像画家常一样轻松 天主我请问你想要买坐鸡筒 我欢喜啊 我蜡幸 其实这一群生态 外表都是人爱挣的 新尊态本身就是主人 天主要沿着班 我也只要坐桌椅板書 你不要看我天主坐桌椅板書 我也坐桌椅板書 姓陀也很座 跟天主睡着坐桌椅板書 这个是蜡 不喜欢营造神秘感 凡事讲求自然 就算降价祭祀 也只是一身便衣 对着信众开示 跟坊间常见的鸡筒问世 很不一样 对不听话的信众不假此色 偏偏善男性女就爱这一位 妹妹到了祭祀时间 庙门前总是大排长龙 哪怕有人等上一整晚都甘之如鱼 比较需要照顾 她是比你的心更软更软 如果对孩子好喜好爱 把那个小朋友抱着比妈妈再抱着 还那个还要更舒服 恩威病师刚柔并济 这样既是风格很少见吧 但说到来者何神 您可能更没听过 信徒都尊称他无缘天主 全台唯一的独家神明 无就是混沌未开的时候 那缘的话就是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起缘开关 那他会用这个圣号是因为说 他要让世人知道 他在还没有宇宙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一种能量 还没有宇宙的时候 他就已经存在 根据庙方说法 无缘天主 师臣 三亲道主 与他同修的 还有无缘教主跟无缘天子 三位神旗 各司其职 共通点都是要拯救藏生 教主 以教之主 所以他是可以控制全场的 所以他很少在出门 人家说顶顶顶 然后天子他就 天子听起来就比较年轻化 他比较年轻化 所以他现在就是好像挂无视牌 这样子到处云游 对 然后天主的话 因为他是主 所以代表着是说 目前这个阶段 又他在主导一切 他下来季是十几年了 去年神尊才刚出来 他只是刻印章而已 一个印章拜拜而已 一个无缘天主的印章拜拜而已 又别于其他庙宇 神明通常是具象的 无缘天主却长达十多年 都没有神尊 这有多特别 寄生蔡明辉就说 他生性如此 而且一开始下凡时 才更虚无缥缈 就有一天的晚上狂风暴雨 他突然下来 在大雨的宴里 蔡明辉突然一阵云眩 就像一个闪电 这样子下来而已 一道闪电这样子下来 像贝雷批的感觉之后 竟然出现这一段片 接着就与神明有了连结 自从那次因缘之下 就会在梦境啊 或者出去拜拜的话 他都会 特别只是说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这样子 我们出去看人家热闹 然后那个神明下来 他里面的门生都不知道 他们的千岁爷要说什么 表达什么 我进去之后就 他写佛字嘛 就是人国佛里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们的千岁爷要指示什么 然后说完之后 他千岁爷就哈哈哈哈 大笑三声说 就是他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遇生同行 罪切发生的太突然 蔡明辉不懂的是 自己是一名平凡的生意语人 神明怎么会找上他 更无法理解 连听都没听过的五元天主 会有多大能耐 拯救黎明藏生 偏偏他 就不断靠着实力 证明自己 田主人家 抱口皮 我都担担掉 调理说 我应该是 不是主人 要跪心 但是就 抱拔门 所以这样 我叫他 有这么神奇吗 这五六年来 无缘天主 在我身上 产生的一些奇迹 跟神迹 真的 让我觉得 非常的惊讶 不说您可能看不出来 这位妻子优雅的李小姐 是一名爱慕病患 她说之所以平安度过六年 无缘天主功不可没 就是肚子里面整个都中瘤了 然后包括我的颈部这边长了两颗 就是在颈栋麦的旁边 然后那时候 无缘天主就跟我说 你这个要开刀 一定要开 你开了这一刀之后 你才个过一劫 癌细胞转移 让李小姐万念俱灰 真的要开刀吗 接连咨询多名医生 都说不建议 建议她持续化疗即可 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接连被医生打枪 李小姐说已经化疗多次 效果都不理想 不明白医生 怎么就不肯给她一次机会呢 因为我非常的沮丧 然后当晚 无缘天主她有办事 那其实这么多年来她很懂我 她知道我需要鼓励 所以当下她用视讯的方式 找了很多在医生里面 跟我有比较有交集的 然后就大家视讯鼓励着我 那通电话二十几分 我一直撂着眼泪 我没有办法讲任何一句话 我就跟她说 医生说没有办法开刀 我找不到人帮我开刀 我没办法 到最后她说一句说 好 我处理 她就讲这样子了 声明的一句承诺有用吗 隔天李小姐又求助另一名医生 结果真的逆转 她看完片子之后 她就跟我说 应该可以 我当下眼泪就飙下来 因为我想说 怎么这么峰回路转 她愿意帮我开 这次巧合还是真有神助 当出了手术室之后 更令她惊讶 开完刀之后呢 医生说 因为有一颗包到血管 所以她没有办法清干净 而且那天输了两包血 那就跟五元天主当初 还没有开刀之前 说的都一模一样 纵使开刀仍无法痊愈 却大幅改善李小姐的整体病况 体力更胜以往 令她持续感动又感谢至今 而跟她有类似奇遇的 还有另一位女信仲 她告诉我们要出国前一天 不来找五元天主拜拜 五元天主也没有交交代 只是送她一份佛珠 不过出国旅游送佛珠干什么 结果女信仲到了泰国下榻饭店 不得了 感觉说这个饭店 气氛不好也怪我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不好的很多 海蜜 莫名的人影晃动 让女信徒极度不安 心想怎么会这么倒霉 不只看到甚至还听到 一个社群传过他们的影响里面 有来说到五元天主的愿意 来交代到我们的水堆的领重 只是因为这些是泰国的问题 所以奥运的不断不断的增加 当然我们的母元天主就跟我们的保障说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鬼王先抓住 因为真正的方式就是要爬到生猎王 据说不出半个小时 房间内的诡异情况全部消失 就难道是神明跨海大扫营吗 真的吗 关于不可思议的神迹 难以用科学证实 可能是巧合 也或许是心诚则灵 您可以尊重信仰 也可以听听就好 台湾大戴戟不成半个字 台湾大戴戟不成半个字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戴戟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戴戟 您的家庭是给我们 最新值得鼓励跟支持 啊 不通报报警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